A型流感在全国蔓延 确诊病例持续上升 有民众反应 私人诊所出现疫苗短缺的问题 难免引起恐慌 可是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就安抚大家稍安勿躁 政府医院的A型流感疫苗 供应充足 药厂也正在感治疫苗 以便提供给私人界医疗机构 全国各州每天都在更新A型流感病例 在槟城 甲抛巴底槟榔东海国小的学前教育班 有两位学生感染A型流感 该班级即日起关闭到23号 另外霹雳州受感染的学生人数 已经上升到94人 而在彭亨 病患人数为53名学生 以及3名老师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医生 今天在医保救揭厂 巡视医保西矿政府诊所时 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因为A型流感的死亡率 比起车祸来得低 一般人即便没有注射疫苗 只需要服用药物 加上充分的休息就能痊愈 他说 目前卫生部提供给政府医院的疫苗 主要是分发给前线的医护人员 老人 小孩 以及被医生诊断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的病患 至于私人医疗机构疫苗短缺的问题 他表示 根据他向供应商了解 药厂正在积极制造疫苗 还需要几个星期 疫苗才能恢复供应 此外 李文才也提到 源自于中国武汉的新型肺炎病毒 不会透过人传人感染 目前受感染的病患 相信是接触了海鲜才染病 尽管如此 我国卫生部依然会在入境处严密把关 检测从武汉入境的人士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我国卫生的新型肺炎病毒 我国卫生的新型肺炎病毒 还有 perd渡 Our хочется 我们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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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恢